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会继续走 走到真的真的走不到位置 早晨 昨晚下雨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早上很大霧 而且我整个萌都湿了 昨晚的睡眠质素一般般 因为下雨不停滴滴滴滴 我又忘了戴耳塞 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 第二天了 现在的时间是八点半 Hello 牛牛 现在就出发了 我们现在就是往水浪窝的方向 现在希望找个舒服点的凉亭 因为刚才那里 周围都是湿滴滴滴的 之后 希望可以快煮一个咖啡 之后快点吃一个早餐 那今天的 原先计划的目标 都是这个 20公里左右的 我现在走过3.6公里 走过83分钟 我还没找到一个凉亭之类的位置 我决定 就在这里来 因为很肚子 很快煮个咖啡 吃个蛋卷 之后就继续走 其实已经走过3.6公里 今天的时间应该相对充裕些 不过很难说 因为待会 马鞍山那段 听闻才是最难走的 所以如果难走的话 可能相对 步速又会慢些 好 吃饱饱继续上路了 我想说 我右边膝蓋有点疼 都不止是小小 是痛痛的 唉 希望没事吧 刚才已经经过了 无数段 走上去的斜路 糟了 第三段已经这么难 很难想像 第四段上马鞍山那段路 会是怎样 wish me good luck 有点东西可以趁现在 终于展开完 上斜坡 讲一下 其实我的平均配速 大概是20至30分钟一公里 就视乎是到底上斜 还是下斜 以刚才展开到鸡公山那一公里来说 那里用了35分钟 对了 而今早一开始有一段平路 下斜坡 那里只用了15至16分钟 所以可以相差很远 有时候要走上斜坡 就要用意识力 顶住 和和自己说 是会有下斜的一天 好 好了 我们来到第三段的终点 亦都是第四段的起点 那这里就是水浪窩的营地 那这个位置呢 就有厕所 就是有水源 有汽水机 所以在这里吃午餐就最適合了 那现在就煮一煮水 之后今天的午餐就是吃这个 脱水饭来的 本来我是打算买露营店的脱水饭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那些很难吃的 接着我走超市的时候 就看到有些韩式的 这些叫做什么 半饭的脱水饭 所以就试一下好不好吃 然后我想说一件事就是 我右脚的膝头越来越痛 真心的 最痛的是这个位置摸下去 这个位置最痛 不知为什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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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2點33分 如果我真的要去到今晚的營地 應該入客也要繼續走 尤其是因為我現在 右腳雙雙地 配速一定是慢些 亦都要安全為上 講一講第四段的這段路 其實頭三段 都是圍繞著西貢去走 所以沿途 你會見到 黃石碼頭 東芯旗 是第四段開始 真正去新界的其他部分 例如走的這一段 就是西貢去馬鞍山 在很多很多公里之後 就會去到岸坪那裏 我想講這段竹林很漂亮 另外我想講一講我腳的情況 我現在的狀態 是要盡量右腳打直 這樣走 盡量不要彎曲這樣走 才會感覺不太痛 但也能走到的 只不過走得比較慢 其實我想講 本來這個行程 如果大家知道 物理好境全走的話 可能很多人會三天兩夜 然後每天走三十多公里 雖然我平時有做開運動 有走開山 但我不習慣一次過走這麼多公里 所以我打算 首先剪掉第一段 少十公里 然後變成四天三夜 給自己一點空間 但想不到 現在走三十多公里 身體已經開始出現一些狀況 但是我會繼續走 走到真的真的走不到位置 現在的時間是差不多四點鐘 總共走了十一點五公里 其實原本如果今天真的要去到目標的營地 是要22公里 即今天到達到四點 我只是走了一半的路程 現在的位置 就處於馬鞍山的非常難的路段 你看到全部都是上斜的 這個情況會維持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去到岸坪那邊 其實我想說 現在最難搞的已經不是這個上斜的路段 其實暫時都適應到的 但是最擔心的是 都是膝蓋過 還有怕步速會太慢 但我又走不得快 最大的問題是 但無論如何 我們繼續沿著這個 朝駐馬鞍山的方向繼續走 對了 都是無限上斜的 好 距離目標上於7公里 這塊牌寫著是2小時45分鐘 好 好了 趁天黑之前 做完最後一次的補給 飲水 吃零食 還有準備一盞頭燈 拿出來 終於經過了岸坪了 平時的人 玩滑翔傘 就是在後面的位置 好的 更新一下最新的狀況 我今晚 John的朋友 即是Logic 跟我說 原本 我打算攝錄的位置 是屬於同軍總會 而且是圍著板 然後附近都沒有位置可以露營 所以他就提議 不如回去岸坪了 因為他說 由岸坪去到基維爾營之間 都沒有你一個位置可以摺到營 總之我們現在在岸坪等了 走吧 休息一下 我真的問過 沒有辦法 基維爾 你記得帶運動斑帶給我 有啊 有啊 再見 拜拜 我唯有去到這個時刻 就相信他 所以呢 我現在就要走回頭 去到岸坪那裏 摺著營 等他了 都好的 馬上輕鬆了很多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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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啊 啊 好了 那盈阿設好了 所有東西搞好了 那剩下來的那一部分呢 就是等待我的戰友來到 去吃今晚的晚餐 我不知道他會帶點什麼過來 其實不走到去基維爾營那邊都好 因為如果本身是要走去那邊 我進了一刻之後呢 還要走多兩個小時左右 那就會比較吃力 再加上我的膝蓋 那希望我的戰友來到的時候 帶上那個運動的奔帶 明天的情況會好些 那好的新聞是 其實最難的那段路 我們今天已經熬過了 那所以啊 剩下的那些 愚無意外 會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我聽人是這樣說的 那我們 拭目以待 好 吃完飯後,攪拌一下就已經12點了 要盡快睡覺 今晚的晚餐,全部都是他帶來和他煮的 非常驚喜 但因為煮飯的關係,所以煮了很久 其實不單是右腳的膝蓋 背囊的這兩個膝蓋位置都很重要 還有全身的肌肉和腳的肌肉都很累 總括一下今天的行程 Apple Watch 今天走了19.37公里 雖然裡面應該有3公里 就是我來到岸平 這裡繼續向前走 再接返的路程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物理浩徑的路段 大概是16公里左右 今天走少了 真是意味著明天要走多一點 所以最重要最重要是 今天要夠睡 休息夠 今晚不說太多廢話 影片應該都夠了 剪一集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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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Bear Jim Pete 是 Cave